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 一个产业或一家公司可以做的 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几十个产业 上百家 上千家公司 然后一个国际的通力合作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荷兰ASML这个公司 它这个光刻机 它的光刻机和日本的光刻机 美国和日本的 还有些荷兰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 美国不让它出口到中国的话 那它这就没办法出口 因为它如果敢违反美国的这个禁令的话 那美国一撤出它的资本 和撤出它的这些技术的话 ASML也做不下去 那当然它也不会去违抗美国的这个禁令 所以中国呢 你如果想这个 比方说也想做光刻机的话 它不是想复制一个ASML就可以了 它要复制几十个国家 几百个 几百家公司 上这些全部是最先进的 从电子 光学 晶器晶密 仪器设备 所有这些的 所有这些它都要重新重头做起 这中国根本做不到 它有钱也做不到 我们也没这个技术 也不可能纠集起来这么多一些产业统联合 所以基本上这个芯片产业芯片制造呢 现在看来就是被日本和荷兰给垄断 而荷兰当然我们知道 包括主要是美国的技术 和韩国 日本的一些技术 当然其中这个芯片产业 我们知道做得最好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台积电 它在利用荷兰的这些光刻机 然后有它自己发展起来的整体技术 这个主要是一个产品的良率 保证优质的 可靠的 就是说的高度高度的那个 高度的那个 就没有残次品很低 就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制造 那中共现在被封锁 它得不到14纳米以下的芯片 也得不到这个极子外的这种最先进的光刻机 所以起码它就即使花钱 再花再多的钱也没什么用 您刚才提到就是 这其实是一个全球通力合作的这么一个技术 那中共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它为什么还要继续走老路呢 它可能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太需求太大 我们知道像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手机 我们每个人手机里边就是几十个上百个芯片 几十个芯片非常重要的芯片 大大小小的芯片 中国只能生产一些低端的 一些存储体的那些芯片 就是高端一点的更精细精密的一点的 会很先进一点这个中国都找不出来 还有一个军事的用途 现在那些我们看到俄乌战争 互相发射了很多导弹 每一枚导弹里边至少有1000个芯片 不同种的芯片放在里面 就等于现代的科技 现代的一些民用产品 从汽车 现在汽车里面也都是芯片 汽车 电脑 手机 到导弹 到处都是芯片 航道 飞机 那中国也当然需要 中国需要的高铁也需要 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飞机 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手机 所以他都要芯片 他要不就是从国外买 每年中国上千亿美元的钱 花在购买芯片上面 然后他要不就是想自己来投资 这上万亿 砸一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1000多亿美元 他每年就花1000多亿美元 所以他从经济上 他当然希望自己来做 他也试图也许 希望的也许可以慢慢的 自己发展起来 或者学到一些外国的技术 偷到一些技术 反正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 但是我认为他是做不成的 那你认为就是除了这项技术 是全球同理合作的技术外 可中国为什么研究不出高端的芯片 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其他原因 首先那个芯片从设计 我们都从设计 就需要用到美国那种 最先进的那个设计的软件 这个美国也在限制 那中国呢 他自己也开发不出来 我们说中国这个 他是仿貌大国 中国所谓世界工厂 都是从拿来的技术 换来的技术 抢来的技术 偷来的技术 然后仿貌这样造出来 所以中国 他中国人也没有自己去说 是扎扎实实 从头开始 把非常高端的设计软件拿出来 这个中国也做不到 还有那些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光学 电子 这些化工 原料这些产业 这些都是要长期的 就是上百年的成绩 奇变 才慢慢发展到今天 你看 中国呢 甚至是你如果光是靠着 访梦和抄袭 在后面追赶别人 你是永远赶不到最前面的 因为这个芯片的发展 技术发展也非常快 我们看到从那14纳米 对吧 到这个12纳米 7纳米 5纳米 3纳米 2纳米 现在就是2纳米 甚至据说就是有1纳米的 这个已经在日本呢 还是美国用其他方式给做出来 这个发展呢 中国也没有这种开放包容 就是自由的这种环境 科研研究环境 对吧 中国的客人员呢 这个还要搞这个政治学习 讲政治 还有这些 再加上封铃清零封锁 封锁 所以这个是中国没有这种 真正自由和创新的环境 也没有这种踏踏实实 做这个基础产业的这些耐心 也没有一个就是 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机制 所以中国很难这个 很难赶上来 嗯 就说他中国的这种就是 仿貌 你刚才提到就是 包括人们就是他那个技术的剽窃 或者是偷窃啊 就说中国做这些事 实际上引起了世界的这种 非常的反感啊 就说您怎么看 对啊 这个实际上 中国人很丢人了 很丢脸了 对啊 你看实际上这个中国人也不笨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研究 学术界研究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叫IQ嘛 对吧 就是智商测验 当然这个智商测验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呢 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表明 这个人的智商 咱们就把它叫智商 或者说你看 东亚人 包括中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 东亚人的智商 是全世界最高的 跟犹太人 也其实全世界最高的 我们的智商呢 实际上都超过白人 当然这些人 然后都超过更多其他主流 我就不说了 那就是说 从这个 就中国人不笨 对吧 中国人不笨 在美国通常我们也知道 你说中国人在这边 你的数学啊 科理工科啊 学电子啊 学电脑这些 中国人都不笨 都学得很好 是吧 那我们也 也不笨 那你现在就说 对不起我忘了你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这种 仿冒 妥妾啊 偷窃啊 就是这种现象 你怎么看 对 中国人不笨呢 那就是说 但是中国你这些呢 可以在这种很 西方很好的环境下呢 它就可以发挥出来 那就是说 那现在的中共呢 现在就是说 实际上是 完全是中国的 国民的环境 让人造成 就是说 人们不愿意去做这种 开创性的去研究 它一旦开创起来以后 智商全得到保护 每个都想互相抄写 互相偷的话呢 它就不愿意去做这种真正研发 那这个 那中共政府呢 又带着头 就是说 在进行这种事情 做这种事情 就是带着头 在搞坏中国人民的道德 那你这个 全中国上层这样做 整个中国企业界也这样做 全社会都这样做 中国就是这个仿冒大国 偷窃大国 这会让全世界非常的瞧不起 他因为是仿冒偷窃大国呢 他拿偷窃来以后呢 他马上就会用低价 做出廉价的替代品 来跟这种原本的 原件的 原创新的技术者呢 来竞争 所以全世界都在提防着中共 都在瞧不起中共 也是瞧不起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那些 在世界上的 这幻名声势上 就是中共给带来的 本来我们 我们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台湾的主义也是中国人 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您刚才提到就是 中国对这个芯片的需求 是相当大的 那现在美国这样就是封禁 那我看有报导说呢 就是美中 会不会因为半导体制争 而开战吗 不会开战 但不会是那种 就是导致这个枪炮 火药之间那种 战争的战争 但是有一个产业之战 这个已经开打了 那美国呢 也不是不卖给你 它只是不卖给你 最先进的 它让你落后于两代三代 至少这样的话 中共在这个军事上 就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那美国处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处于对这个自由世界的保护 对台湾的保护 日本的保护 那它也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美国肯定会继续这些国策 继续就是说 限制中共或去最先进的 那中共可能还会继续的 想去赶超 或继续的剽竊 偷竊 在继续的仿冒 但这个呢 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呢 我想这个 至少在 未来二三十年 就是在这个领域 芯片的领域 中国是没什么希望赶上的 这些领域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